不论是小白飞手,还是老司机,都可能会碰到无人机解不了所的情况,这时可不能使用强制重启,或是暴力摧残手段, 像狂拍电脑,用力敲打手机,等这些在生活中常用的办法,根本就没什么用,本期打工教程就为大家讲解一下,无人机解不了所该如何解决,正确解锁遥控器一般来说,无人机解不了所,很常见的原因是遥控器没有校准,电机在此时就会出现异象,设置遥控器输入方式,并校准,如图一道一锁式, 图一道一遥控器设置一,选择接收机类型,二在遥控器上,新进一个多旋移模型,设置五通道为一个三段开关,六通道为一个三段开关,七通道为一个二段或三段开关,八通道为一个二段或三段开关,三,点击开始校转, 将遥控器一道四通道遥转,五到八通道开关拨到各个通道的最大极限位置,最小极限位置数次,然后点击完成校转,校转过程,请检查各个通道叫打向是否正确, L-1往右打嘎,滚转滑快往右,L方向多往右打嘎,偏航滑快往右,L升降多往下打嘎,复远滑快往右,L油门赶往上打嘎,油门滑快往右若方向不一致,则点击调餐软件内的RAM设置摆一下, 此处要注意检查,遥控器的多量,一定要达到最大形成量,也就是要将遥感打到底,使用肆意遥控器的用户尤其要仔细观察,因为肆意遥控器的遥,改善有防尘套,若是不注意可能会因为防尘套的阻碍没有将遥感打到底,从而影响校准效果。 4. 切换5-8通道开关,检查停留位置,是否与控制模式一一对应,返航进射是否正常,下图1-2位执行加锁操作时,1-4通道遥感位置,图1-2加锁遥感位置,此时遥感成外巴状,遥控器校准指针,往中间聚拢,解锁PEA飞控在遥控器校准好了之后,就续将飞控解锁, PEA飞控解锁方式只有一种,不管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,均执行图1-3操作解锁,执行图1-4操作架锁,飞行器落地后游能改,保持自低位至少3秒,飞行器执行自动架锁,图1-3解锁图1-4加锁电调校准,还记得开头提到的电线产生异象吗? 其实此时无人机已经解锁成功,但可能由于电调没有校准好,电机并没有依次专动,导致出现无人机没有解锁的假象。 此外,带速太低,也有可能导致解锁后电机不转,因此,需要对电机带速,进行适当调高线下图,图1-5带速,这次代替A飞控电调校准完毕后,解锁时,电机机会按照顺序转动。 当1号电机起转之后,只要推油门所有电机也会依次起转,电调校准操作步骤如下。 步骤1,将油门改推到最高位置,此时,状态指示灯指示灯前GPS状态和飞行模式。 步骤2,将五通的开关在最低位置和最高位置来回切换约6-1,离次,直到状态指示灯红灯常亮。 步骤3,报纸油门位置不变,端开总电源,然后重新通电。 步骤4,通电后0.5秒左右,会听到电机滴滴,两声,然后在两秒内将油门改拉到最低位置。 此时,状态指示灯红蓝交替闪烁后,进入正常状态,突一到6点掉教准最后,校边提醒一下,飞行作业一定要养成起飞前教准的习惯。 包括水瓶校准,磁楼盘教准,电调教准,遥控器教准等等,你们调准不到位导致的炸跌案例实在太多了,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提高作业效率,保障作业安全,更多精彩内容。 请关注我们,微信号客服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